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一不服气 那个心恒更恶了 换句话说 将来果报会越堕越严重 它不会消除 慢慢越来越轻 没有可能的 越堕越重 越陷越深 这样很可怕的 很难回头 转转双生 我们冷静点来观察现前的社会 甚至不用看别人 就看自己 自己学佛之后 这样就明白了 想到我未学佛之前 未学佛之前 整肚都是怨天尤人 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都看到自己没错 人家都不及我 为什么我所得的比不上人 怨天尤人 学佛之后才知道 原来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你 一饮一略 一肉 莫非前定 这个前定 就是因果报应 这个事实明白了 那 那肠怨气就无了 就化了 心情就舒服多了 就开朗多了 心也清静多了 烦恼少了 智慧就增长 这种是佛法的好处 如果不学佛的时候 不知道又会做多少罪业 这种叫展转丧生 敢有凡此 当力恶趣 这句是佛为我们提出的警告 教我们特别要留意 只要犯亲 他亦往生生三恶道 不是西方世界 这种事情要搞清楚 念佛亦要去地狱 我在早年初学佛没多久 第一次读大世智菩萨 《圆通章傻双》是《慈云灌顶法师》的 那本书我们印了不少 那时在你老师会下 读到法师 最后里面说 念佛人一百种不同的果报 其实念佛人的果报 无量无变 个个都不同 他将它归纳成一百类 头一条就是堕地狱 我对这种事情非常怀疑 我说念佛再不好 怎么可能会堕地狱 我就将这件事情拿去问你老师 我说我对他有疑惑 我想不通 你老师一看 这个是大问题 他说我不跟你一个人说 我讲经的时候会和大家说 为什么会堕地狱 就是这里说的 念佛人他亦做不恶 做不恶 那句佛号 没有办法帮助他不堕地狱 他照堕不误 还是要堕地狱 亦正是古德所说的 心口不相应 厚度念佛 心里头有恶念 心口不相应 哭破喉咙 亦枉然 真正念佛人 要将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 用这句佛号 将它变成自己的本愿功德 这才叫念佛人 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传的是什么心 我的心和他一样 阿弥陀佛发的是什么愿 我的愿和他一样 阿弥陀佛是什么行词 我的行词也要和他一样 这就对了 这种叫悉念佛 这种人叫真正念佛 口心不相应 这是假念佛 这不算数 没用的 所以这句话是很严重的教训 必须要记住 五恶 十恶 绝对不好犯 绝对不好犯 如果我们想这一生真正往生的话 不可以犯 犯亲的话 对往生绝对会产生障碍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